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我们讲人们前为阿达菩萨 世青论师所造的阿比达姆居士论 现在讲的居士论当中我们讲第二品 前面所谓的《戒》就是十八戒 十八戒的有关佛经里面经常说 何人精通诸解 此人获得解脱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是对所有的十八戒已经精通的话 那么这个人能精通世间的一切万法 所有的有违法和无违法的法全部精通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这个人一定会是在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所以《有关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今天我们讲第二品 根品 讲根 它这里主要介绍有路根和无路根 或者就是说这个是二十二根吧 就是二十二根就是宣讲的 根据罗特罗 讲罗特罗的课判的话 就是这样的 第二品分别根 第二分别根品分二 一是根治安宁和有违法产生治理 第一根有分为六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就根治自行 根治自行有分两个方面 就是根治功用和根治定数 首先就是讲根治功用 就什么叫做根 什么叫做根的这种力量 根的功用 也就是说是根的汉语 就是下面给我们介绍 宣称理说 传说五根四功用 于是各具二功用 五根八根比一切 分具燃尽之功用 它这里所谓根的含义的话 那么在翻译当中叫做是恩诈 恩诈也有自己的意思 也有自在的意思 还有就是有功用 增上等等 就是这些意思 这个唐僧翻译的时候 就是这里面的所有的功用 就是增上 就是以增上来翻译 但是增上来翻译的话 一方面我们有时候用增上过 增上什么什么的话 也可以这样解释 这是佛教当中 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用法 但另一方面 如果以增上来解释的时候 有时候在它的理解上面 就是比较难一点 因此在这里 就是用功用来解释 功用也有一种妙用 或者是它的功能作用 等等就是用这些方面来解释 它这里就是说 传说五根 就是四共用 它这里就是将中共有22根 它其中说五根 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 从严根到严尔比瑟森 在这个五根 就是具足四种功用 具有四种功用的缘故 就是按理为十根 它是这样讲的 然后玉色 其他的四种根 就是男根 女根 然后明根和义根 这四种根 它具足两种功用 就是两种功用 所以按理为这个根 然后五根的话 还有五种数用根和八种 也就是说五种数用根和最后的八根 那么这些分别具足燃物和清净之功用 因此按理为根 它是这个颂词上面 字面上简单理解 就是可以这样说 那么这里呢 前面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 也有这个传说 就是有不满的这个语气 说这个传说呢 它这里首先就是讲这个 有始终的这个观点 有始终的观点的话呢 他们这个说 这个五根这个案例有什么理由呢 就是他们说 这个五根案例的话呢 有四种这个功用 就是有四种功用 这个下面所讲的 这个尤世宗呢 就是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根 就为什么叫这个颜根 比根二根 就是四根根 就是他这样这个案例呢 他们说是这个具有四种这个功用 具有这个四种条件 就是才按理为四根的 那么那四种这个条件呢 他们说是第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庄严啊 就是因为这些根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颜根啊 二根啊 就是这些根呢 对我们的这个身体 起一个庄严的作用 就是没有这个眼睛的话呢 就是不好看 就是没有耳朵的话呢 也不好看 然后这个色根的话呢 就是可能也没有色图不好看吧 就是这个就也不知道 就是然后那个 就鼻根的话呢 就是如果没有鼻子 也可能鼻根也没有了 然后这个身根的话呢 就是身体的一块没有的话 可能是也是这个不好看 就是因此他们认为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些色根 色根具足呢 就是才对这个身体呢 就是起一个庄严的作用 就是这是这个 他们安理这个根的一种原因 就是 然后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认为就是 对这个根呢 就是对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 或者对众生呢 就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就是就是有这个保护 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我们这个有了二根的话呢 就是通过这个听到声音 然后呢就是知道 哦就是今天呢 就是可能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不能到那里去 然后就是用这个声音呢 就是自己呢 不会这个陷入歧途 然后这个眼睛呢 就是看到这个外面 就是比如说有什么这个菜籠啊 有阿修了 或者这样 哦这个前面呢不能做 这个前面做的话呢 就是不行 因此呢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呢 也这个有保护的这个作用 还有那个鼻根的话呢 就是他也是 就是察觉到一些这个 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恶想吧 就是有些恶想啊 或者是这些呢 就是也他就不会这个进入这里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不利的 有些比如说这个想的话呢 就是他就不会这个问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色涂的话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他要这个平常的时候呢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不利啊 然后就是他自己色涂 能感觉到的很多这个东西呢 也不愿意这个就是不愿意这个平常 身体呢也同样的道理 就是身体也是他这个不愿意 对他这个借助的身体呢 就是有这个刺激的 比如说像那个兵器啊 刀刃啊等等这些呢 就是他不愿意与这个身体借助 因此呢 他们认为这个 就是第一个 这个五根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对这个身体 有一种保护的作用 就是这是这个第二个理由 然后这个第三个理由的话呢 他们认为那个 这个根呢 就是可以去自己的这个颈 比如说这个眼根呢 就是通过这个去色颈 就是然后产生那个颜色 然后二根呢 就是去这个外面的身影 就是产生这个二事当当 就是他这样这个 去各自的精而产生自己的事 就是这是这个 也是这个气这样的功用的作用 因此这是第三个原因 就是第四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成为这个不供名言的因 比如说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世间上的各种这个身影呢 就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名言吧 就是那么这些名言呢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有了二根 就是才这个发现的 就是今天你听到的 就是世间的各种这个名言的话呢 这也是通过这个二根的这种 这个结束以后呢 就是得到的 然后我们这个所看见的 这个外面的这个色法上面的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名言 比如说这个弯是这个白色的 就是这个柱子是红色的 那么这不供的这些名言呢 也是我们这个严根 就是通过这个严根呢 就是才能这个结束的 在其他的这个相位处呢 就是全部是都是一样的 就是因此呢 他们认为就是不供的这种名言呢 就是也起到这个一定的作用 这样一来的话呢 他们这个有始终认为这个 什么这个五种这个色根 就是安理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具足这个四种条件 也就是说四种功用 就是才这样安理的 但是那个进步众的话呢 就是就不太这个承认 他们的这个这些观点 就是刚才以这个三种 四种理由吧 就是四种功用当中呢 就是他只承认一个一个这个功用 就是他们第三个问题 就是就是根呢 就是根据这个自己的根呢 就是去这个外境 就是各自的这个境 就是产生根实的话 这一点呢 他们这个承认的 然后除了这一以外 就是其他的这个三个呢 就是他们都就是不但不承认 而且呢就是也会这个富人的 怎么样这个 去这个覆定他们的这种这个观点呢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他们说是这个 起这个庄严的作用 起庄严的这种作用呢 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庄严呢 就是并不是用这个严根和二根 来这个起作用的 这个严根二根呢 就是在里面就是 尤世宗他自己也承认是 他是什么什么这个胡骂化 或者是他是那个平行的这个通知呢 就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这个外面呢 谁也看不到就是 这个他的严根很庄严呢 就是不是这个庄严的作用 起庄严的作用呢 就是这个根椅 就是就像我们这个眼睛的话呢 就是眼睛的这个眼珠呢 就是对众生起庄严的作用 然而多的话呢 就是从这个根椅 就是也就是说是 我们这个外面的人们 经常所看见的这个二根 二一来就是就是起作用的 因此你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根呢 就是起庄严的作用 这种这个说法呢 不合理的 这一点也是 我们应该也可以这样承认吧 就是按照金布宗的说法 确实是应该是有的 不然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看到这个 他的他的什么 他的严根很好 就是然后呢 就是这个人这个长得很不错 就是因为严根呢 就是在他们自己也认为 是在眼睛里面 有一个透明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呢 就根本不是这个起庄严的作用 就是这个大家也应该知道的 就是这是第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原因 就是说这个保护吧 就是依靠这个严根呢 就是对这个身体起这个保护的作用 但这一点呢 按照金布宗的观点的话 也是这个不成立的 就是他们说是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那个我们这个看到 这个外面有这个外缘 就是不去到那里去啊 听到有什么不好的这个声音 就是不去到那里 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宿命 起保护的作用呢 并不是用根来这个起作用的 主要呢 就是从这个是 就是言识和二识 必识就是 这些识呢 就是在中间这个操作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 这个言识的话呢 就是你仅仅是这个严根呢 就是根本不知道 就是你前面呢 就是有什么这个违缘 就是这些根本看不到的 然后如果你没有二识的话呢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就是外面即使有一些 恐怖的这个声音也是 但你没有这个辨别的能力 就是仅仅是你这个根呢 根本没有辨别的能力 因此呢 他们认为这个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也是不成立的 就是并不是以根呢 这个起保护的作用 而是呢 就是也应该以这个言识来 这个起保护的这个作用 然后第三个问题呢 刚才讲了 就是依靠各自的这个敬呢 就是去去产生自己的事 这一点是这个承认的 这一点呢 就是他们这个所有的进步众 也是这个承认的 但是第四个理由吧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 第四种理由吧 像这个有不公明言的因 不公明言的因的话呢 就是这一点呢 就是也实际上是 并不是以根来这个起作用的 这个呢 比如说我这个看见 这个红色的柱子 我看见红色的柱子以后呢 就是后来就是 有这个红色柱子的这种概念 就是那么这不公明言的 这个因呢 并不是用这个根 这个单独的根来这个起作用的 我说现在当然是我这个严格呢 就是已经这个看了红色的柱子 后来呢 就是参生这个岩石 就是这个是红色 后来呢 就是我的这个意识 也就是说根石呢 就是起作用 哇这个就是红色的 后来呢 就是这个意识呢 就是在中间操作 就是然后呢 就是辨别 就是这就是红色的这个柱子 这样一来的话呢 当然你的根呢 就是可能有一个 简解的作用 但是根本没有这个 直接的作用 就是直接的这个 明言的因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事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辨别的这种 这个心事呢 就是在这里起一个 根本的这个作用 因此不公明言的因呢 就这种说法呢 实际上是也是 就是不合理的 就是不这个成立的 就这些说法呢 就是有关这个金不宗吧 就是金不宗呢 就是也这样这个承认的 那这些呢 我们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传说 为什么说 这个实际伦师呢 就是在这里传说呢 就是因为这个又是宗呢 就是听说是 他们这个安利根 安利这个无根的话呢 就是有四种这个功用 但是这四种功用呢 就是谁知道 说这个实际伦师 就是说是 我是不承认的 就是我这是 这是按照金不宗的观点来看的话呢 就是这承认其中的一个 因此呢 就是他就不得不用一个传说吧 就是传说这个 说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其余 就是其余的刚才那个 南根一根和 还有那个明根和一根吧 就是这四种呢 就是他们就认为是具足 这个两种这个功用 但这些呢 就是有些金不宗 就是也这个 比较这个承认的 有些呢 就是也并不是很承认的 比如说他们呢 就是认为那个 男根这个女根的话呢 就是这个男根女根呢 就是一般这个 居士论事当中呢 就是就像 按照优势众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这个 就是他们呢 就是也认为是 这个除了就是身体的 这个这个更衣以外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 具有这个心色相色的 一种这个尸体 就是尸体 就是这一点 就是有关这个 这个认识 这个技术论当中呢 也有这个说明的 然后呢 就是他们这个认为呢 就是具有两种功用 就是两种功用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是 就是他是这个 辨别这个众的众生的 就是依靠这个男根女根呢 就是这是这个 众的这个众生当中呢 就是可以这个辨别 就是这是一个作用 就是还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在这个分别的 这个众的众生里面呢 就是这是这个男女众生 就是这样可以分下来的 然后这个分别的众生当中呢 就是依靠这个男根女根呢 就是分为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呢 还有这个身影等等 不同的 他们就是认为是 只有这两种这个功用 就是这样这个案例的 然后这个宿命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同样的 就是他们认为就是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宿命吧 就是所谓的这个宿命的话呢 就是一个是那个就是戒身 就是我们这个依靠这个宿命的话呢 就是这个戒身的这个作用 还有呢就是 有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世间当中呢 依靠这个宿命呢 就是这个安住这个同类吧 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人的这个宿命的话呢 就是我现在安住在这个同一个人类的这种 就是长期呢 就是安住在这个人类的这种行列当中呢 最主要是以这个宿命来起作用的 就是他们认为是这个起两种作用 然后呢就是一根的话呢 就是也这个辨别这个重的一些这个法 还有呢就是也起这个戒身的这个作用 就是起戒身的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戒身呢 就是刚才这个宿命也是起戒身的作用 然后呢就是一根的话呢 也这个起戒身的作用 那为什么这个戒身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现在呢 就是这个死了 就是现在死的话呢 就是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意识呢 马上那个进入这个中阴 或者是进入这个下一辈子的话呢 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戒身 就是现在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入胎吧 就是比如说像入胎啊 或者是就转身到那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是这时候是专门有一个意识 就是直接这个 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连接这个前世后世的 这样的一种意识呢 就是叫这个戒身 那么他们呢就是认为这个明根 就是也是可以起戒身的作用 然后呢那个一根的话呢 就是也这个起戒身的作用 那不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里面就是已经有两种这个戒身 就是那这个是不是有重复的过失呢 就是没有这个重复的过失 那就是他们认为呢 就是因为这个明根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戒身当中 就是这个戒身到这个中阴 就是这个作用 就是然后这个一根的话呢 就是从中阴到呢 就是这个就是本有 就是本有的话呢 就是下一辈子 就是他们这个居士论当中呢 就是他这个所谓的有呢 就是先有本有中有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就是所讲的这个中有呢 就是有一点这个说法方面差别的 所以他们认为呢 这个一身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戒身呢 就是不会有这个重复的过失 因此在这里呢 按理为这个 也就是说是其他的这个四根呢 就是也具足两种共用 就是这里面有些是 这个进步中是承认的 但有些呢 就是他们也是并不是承认的 就是这是一个道理 就是然后这个下面呢 就是讲的这个五根 就是八根就是比一切 就是那么这个五根的话呢 他这里这个树用五根 就是经常这个人们所谓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森乐树和森那个枯树 然后这个义乐树和义枯树 还有呢就是这个摄树 就是这个树的话呢 就是有五种这个 他们就是也是这个呢 就是都承认为是这个根 那么这里这个 比如说这个森乐树是什么呢 就是在五根 我们这个五根吧 就是前面讲的五根当中 这个五根的群体当中 所得到的这些快乐的这种感受呢 就全部叫做这个森乐树 就是然后这个五根的这种 这个群体当中呢 所得到的这个痛苦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森苦树 就是然后在一世的这个群体当中 就是一世的群体当中 所得到的这种快乐呢 就是称为是这个义这个乐树 然后一世的这个群体当中 这个所得到的这些痛苦呢 就是称为是这个义苦树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那个灯射吧 就摄树吧 摄树的话呢就是他就不乐不苦 就是所以这个呢 没有分那个圣和这个义 就是没有分 就是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就是这个下面应该还在讲 这个有关这个圣树和那个义树吧 就是这个呢下面还在讲 所以这两个呢 就是实际上是 就是一般的一个凡夫人的话呢 就是他依靠这些这个乐树和这个苦树呢 就是造恶业 就是所以他呢 就是实际上他的功用呢 就是这个不清净 就是燃物 就是他这里这个 他呢就是具足这个燃物的这种功用 然后呢就是八根 就是他这里面的这个八根呢 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涅槃这个五根吧 就是心啊 心经啊 念啊 定啊 慧啊 就这叫做是经常这个涅槃 涅槃这个五根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就是加上那个 为之当之根和一之根和那个举之根 就是这是那个分别为这个 这个剑刀和修刀和这个无血刀的这个根 就是这个下面还在讲 就是所以我们这里呢 这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清净的这个功用 就是一块它呢 就是起那个清净的这个作用 所以这个呢 就是大概是这个 应该这样理解 我们下面呢 就是讲这个江义吧 就是他讲一两说的 既然说这个就是内十二戒均为根 就是内十二戒吧 就是内十二戒均为根 那么到底是这个什么是根呢 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根 根的话呢 我们平时这个一些佛教当中呢 就是经常讲的这个五根 就是五根六根 就是这一点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然后二十二根的话呢 就是可能没有学过居士论的话 就比较这个陌生 但是麦彭仁波切《知之如梦》当中 也是就是详细的介绍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二十二根 就是这个二十二根呢 就是也必须要这个具足 必须要通达 然后这个有始终呢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所有的根呢 就是也有一种这个实体存在的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介绍一样的 但那个进步中以上的话呢 就是虽然这个实体法呢 就是不存在的 但是所谓的这个根呢 就是也应该这个具足 就是有不同的一些作用 和不同的一些这个能力 因此呢就是所谓的根呢 二十二根呢 应该是这个成立的 因此进步中以上的话呢 就是这二十二根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成立的 但是众生的所有的介当中 是不是只有二十二根 二十二根就是也不能多 不能少 是不是这样呢 这是也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呢 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叫 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呢 就是为一个众生 一个众生的名字忘了 就是根据就是他的这个意乐 就是根据他的这个根基呢 就是宣说了二十二根 实际上呢 就是在这个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还有这个很多的根也可以具足 就是那么这个所有的根呢 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个鹿根当中 就是这二十二根呢 就是可以 这个包括在这个鹿根当中 就是这样那个色素的话也可以 如果二十二根 就是意外的就是 还有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 很多的不同分类方面呢 也可以这个分很多的根 就是所以呢 就是不一定是二十二根当中 这个所有的根全部具足 是不过是某些那个说话这个众生 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乌云的话呢 就是也是是大概的 以这个分类 就是就是以大概的一些中类 就是这样这个分类 这个所以在这个法相呢 就是并不是只有这个法相 就是别的法相不存在 就是不是这种法相 他这里呢 就是这样讲的 以以下这些结尾都 这个加根吧 就是加上根 就是然后呢 我们这个可以说 鹿根二根 B根四根 生义根 然后呢就是 男根女根 名根 生乐数根 生哭数根 一乐数根和一哭数根 四根 心根 精精根和年根 定根 慧根 为之当之根 一之根 举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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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共共呢 就是有二十二根 那么根的法相是什么呢 就是对任何一法 能起到不公的这个根本去作用 故称为是这个根 但这个呢 就是也是是这个 暂时的一种这个法相 就是本来这个 或呢 就是他也是这个 有这个起到就是他不公用的一种这个作用 所以呢 就是他有他这个不不共同的一种这个作用 但是这些为什么不安利为根呢 他这里呢 就是也就是说是 对这个法呢 就是他自己有一种独特的这种这个 这个功用 就是这个功用方面呢 就安利为是根的 因此呢 就是这是大致的这个分类而言的 若有人问 那么对合法起到根本性作用 作用呢 就是下面都是已经讲了 就是言等五根有四种意义的共用 即庄严身体 保护身体 还有呢就是产生各自相应知识 以及呢就是名言不公应之作用 就是这是有四种 不是他们承认为这四种这个作用吗 刚才前面都已经讲了 然后这个男跟女跟 就是名跟以及一根四者呢 就是每一根都有两种根本性的共用 男跟女跟各有两种这个作用 就是七到七分众生中的分类配 就是中等众生中的类配 然后呢就是互相之间差别的作用 因为通过男跟女跟可辨别 出众生的这个性别 而且呢就是能辨别这个如方这个大小啊 还有这个身影高低等等 但有些呢也不一定吧 就是男众当中身影特别细的也有 然后那个女众当中这个身影 就是也跟像那个男众一样的 这种身影也有就是高 他这里在高低所的就是出息 不知道女众的高还是男众的高 就是如果身影的这个身影出息方面的话 是好费一点 就是然后女众是这个渐渐的特别高 就是我们那个经常也是在 这个什么 就像那个裸肉下去的时候 到了那个女众那边的时候 就是非常明显的感觉 就是身影特别多 就是特别吵 然后这个上来的时候呢 很清净就是 因此可能是有一种 就是是高还是可能是女众是高吧 就是女众是高 那个男众是低 就是是不是这样 它起这个作用 所以这也是主要是男跟女跟吧 就是男女不同的性别的缘故 就是产生不同的众生的这种特点 就是这是 然后明跟呢 就是有两种根本性的作用 这些都是他们有种这样承认的 不是刚才传说 就是为什么叫传说呢 就是这个经不中呢 就是有些地方是不承认的 就是因此他说 在这里就是加上一种传说 他这里说 明跟有两种根本性的作用 即能起到同类存在 以及呢 就是这个同类阶神的共用 就是明跟呢 就是一般就是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人类的话呢 就是在同一个人类当中 一直这个存在的话 这也是明跟的作用 然后呢就是 最后呢就是我们人这个死了以后 就是这个阶神的这个共用 就是明跟有这两种共用 一个呢也有两种作用 也就是说这个同类阶神和 以及呢就是根本体相的这个共用 就是根本体相呢 就指的是那个 比如说这个做善业啊 做恶业啊 就是全部是依靠这个义根来 这个就是成熟吧 就是这个成 就将来的这个所有的 这个三恶的这种成熟呢 依靠我们的这个义根 就是按照卫世宗的话呢 依靠这个阿兰也是来这个抉择的 阿兰也是上面就是 有这个记者协业的 所以呢就是这个根本体相的这个共用 就是这是义根方面 就是有两种这个共用 以根本体相共同的作用 即能其功用的这个作者 以及三不善业当其因法而成为 生语一三不善业 就是这个呢 刚才也讲了 就是因为这个心就是三不善业呢 就是心的这种这个当其 也就是说发心这个三不善业呢 最后呢就是身体和欲言也是成了 这个三和不善业的业 这是这个讲的是这个义根的两种作用 其中的这个传说是这作者 对于有不观点的一种不满的语气 就是不满的语气比较多 就是可能是金伦师造这个的时候呢 就出手都是看就是看他们的有些这个 就是不太满意的一些这个观点吧 就是观点 下文中对于有不总观点 不合理性有明确的参数 就是有明确的参数 这是应该传说是不是这以上就是 然后下面呢就是应该不带传说 就是可能是金伦师也应该是不是 自己都是应该承认的 然无数用根就是无数用根呢 就是起到然无的作用 由生乐数与心乐数而增长叹形 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个生乐数和这个心乐数的话呢 心乐数呢就主要是在意识 意识当中就是这个产生 就是心里面就是产生的这种这个乐数呢 就是叫做的意乐数 然后生乐数的话呢 比如说我那个身体呢 就是接触这个特别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呢 就是外面就是接触这个这个风 就是或者是这个太阳的时候呢 就这时候有一种这个乐数的感觉 然后眼睛呢就是看见那个 什么这个好的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马上就是在这个厌世当中呢 就是产生一种厌世当然没有这个辨别 但是依靠这个厌世呢 就是马上就是带来了一种这个快乐 就是所以这个叫做生乐数方面呢 就是用五根石来主要辨别 就是然后那个意乐数呢 就是主要是以这个自己的这个心来就是辨别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由生乐数和意乐数的话呢 就是增长这个叹形 就是一般的凡夫人呢 就是都是这样的 从深苦数于心苦数当中 就是一口数可能好一点 就是增长这个嗔恨性 就是增长嗔恨性 然后由这个色数当中呢 就是增长这个痴性 由此等五根 增上烦恼 就是在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依靠这个五根呢 就是增上这个烦恼 就是增长这个染物 增长呢就是这个扎染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也是重大而言的 就是有些时候呢 就是也不一定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佛经当中 也是经常这样讲的 就是依靠这个乐数吧 就是依靠乐数呢 就是不一定这个增长这个贪心 就是而且呢就是增长这个信心 就是这样的也有 有些那个在一些戒律和有些里面 也有这样这个公案吧 就是比如说以前那个 转生在这个天界当中 就是然后这个即生呢 就是转生这个 皮拉耶经当中吧 就是好像有这种这个公案 就是有些这个比丘的话呢 就是他在这个 他的屋子里面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分香的味道 分香的味道的时候呢 就是他以前呢 就是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了 那么现在呢 就是一享受的时候呢 就是心里就比较快乐 心里比较快乐的时候呢 他马上都可以这个入地 马上都是可以这个修这个禅定的 有些呢就是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呢 就是外面就是有一些好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呢 马上这个增长贪心 就是增长这个烦恼 就是这种现象也是有 但是有个别的一些众生的话呢 外面的一些这个就是乐数吧 就是依靠这种乐数的话呢 就是马上这个增长 就是不但不增长烦恼 而且呢就是增长这个 反方面的一些这个禅定啊 智慧啊信心啊等等 就是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就是所以呢 他这里也并不是 是所有的这个众生都是这样的 但是有一些呢 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凡夫人来讲是 依靠这个乐数的话呢 就是他就增长贪心 就是像那个获得这样的这个乐数 就是所以增长不清净的心 然后呢依靠这个哭数 不管是生哭数还是这个义哭数 依靠这个哭数的话呢 就是他就对这个哭数呢 不愿意接受 就是马上这个生起一种这个嗔恨心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生长了一种这个不清净的人物性 就是但是也有一些个别的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依靠这个哭数呢 就是增长自己的这个智慧啊 就是会在信心 这样也有吧 我们有些人呢 就是依靠什么就是这个痛苦啊 就是这个家庭不好啊 或者是这个生活当中也遇到很大的这个困难 然后呢依靠这个呢 就马上那个自己的是想出家 就是对三宝这个起信心 就是心里面呢 就是对轮回呢 就是生起这个厌厉心 这些都是实际上是不是人物的 就是这个清净的心 因此个别的众生呢 还有些这个瑜伽师啊 有些修行比较好一点的话呢 凡是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呢 他就马上这个转位这个道用 马上转位道用的话呢 就原来的痛苦呢 就是变成这个清净性的因 就是根本不会染污的因 就是所以这种这个特殊的情况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有的 但是他这里呢 就是大概的这个 所以重的一些凡夫人来讲 就是大多数的凡夫人来讲 是依靠这些酷熟和乐熟呢 就是增长这个贪心和痴心 然后这个依靠这种灯色的心 灯色呢 就是不苦不乐的这种心态吧 就是依靠这样的这个心态呢 就是产生一种这个愚痴 就是也有这样的 所以大多数的这个耿的这个功用呢 就是在这里也这样宣说的 因为依靠就是 前面就是说这个最后的这个八根呢 就是具有清净的功用 因为呢也依靠一切有漏的根 就是前面这个 什么这个心怜定会 就是这些这个无根的话呢 就是他不能这个直接断除 就是没有这个无恶的这种 这个见到和修道的智慧的话呢 就是不能断除烦恼 但是他呢就是暂时能这个压 压制这个自己的烦恼 就是所以因为这个 依靠这些有漏的根呢 就是压制这个自己的烦恼 然后这个所有的无恶的这些根 就是无恶根呢 就是后面的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后面的 这个三个根吧 就是什么这个 为之当之根和一之根和举之根 就是这三个根 那么这三个根呢 就是叫做是无恶的根 那么这无恶的根呢 就是能断除烦恼的种子 就是所以起这个作用 讲到这里也可以吧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就是要看的 这三个根本的 就是要看的 就是要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